好 姐妹平安 高兴今天感谢主又这个机会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讯息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系列呢 爱主更生系列 那大概差不多在12年前 在差不多12年前呢 那时候我和大教会的一个姐妹 我们一同在教儿童读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好教到列王纪上 第三上那边有个故事 就是说神呢 祂在梦中对主门说 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都可以求 所以呢 我就用同样的问题 问在座所有的小朋友 有老师 我说如果神给你这样子的问题的话 那会求什么 当时这位姐妹呢 她就说 愿神让我可以更爱耶稣 我相信她在12年以前 她就已经说出了 我们传福音成立教会的目的 就是能够爱主更生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可以爱主更生 其实爱神呢 也是神给我们的第一大诫命 在生命纪 马太福音都有提到说 我们要尽心尽性尽义 爱主的神 那我个人是比较迟钝 我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爱一个人 那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别人对我们的爱 别人对我们的好处 我们好像很难去爱别人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在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我们要从人的角度去思想 那我们因为常常说 主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 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破碎身体留些什么 可是其实我们只续去分析主的爱 原来主为我们做了这么多 他给了我们这么多 包括主的接纳 主的赦免 主的救赎 主的引领 主的同战 主的保护 主的赏识 甚至主的陪伴 及主赐给我们的永神 那所以呢 我就打算 这一个系列 我会从十二个项度 来讲这个系列 那我们今天呢 就从第一个项度 就是主的接纳来看 那 这一次我只分享 就是上讲 那我们 我们先来做个祷告 好 我们的阿爸父王崔书 亲爱的圣灵 主啊 就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 照我本相 主我们的内心 主啊 我们经过人生多少高峰地步 但是主 我们看到 你是张开双臂 你是张开双臂的主 你是张开双臂 来引导我们 你的双手 引导我们 主啊 我们今天 谈到这个接纳 圣灵 求你真的是引领我 主 你也把该说的话 放在孩子的口中 今天求你 让我们听着讲的 鸿蒙艺术 我们真的能体会到 你是怎么样在接纳我 谢谢主 祷求祷告 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 Amen 我们今天讲这个主的接纳 第一个我们来谈一下 就是到底什么是接纳 那接纳用英文来讲 就是acceptance 对 acceptance 就是在英文上面 有一个律法上的意义 对 我们每年到了 就是三四月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等待大学放榜 对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进了哪个大学 被录取了哪个大学 其实这个acceptance 就是有允许 对 有被录取的意思 那 我们现在看圣经里面怎么说 我们现在看罗马书这边 就是一到三 十四章一到三节 这边讲 他说信心软弱的 你们要接纳 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是 吃的人不可轻看 不吃的人 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 因为神已经收纳他 这里翻译成接纳和收纳 其实他原文的意思都是一样 用同样一个字 然后查几个英文版本的圣经 我们中文翻的都是这样子 英文是怎么翻呢 NIV的圣经 翻译是accept King James的话 翻译是receive ESV就是English Standing Standard Versions 翻译是什么 Welcome 然后GNT Good News Translation 也是翻译 Welcom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接纳 这接纳有什么 有接受 有收取 有欢迎的意思 那 总之呢 这个接纳的意思呢 是把对方放在我们心里头 很重要的位置 对 然后我们能够用一个很正面 而且包容 还有珍惜 好 愿意去了解的态度 去对待对方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 就是 接纳并不代表同意 接纳并不代表同意 不同意 也可以接纳 你看 我们 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很清楚 像在我们家的话 我们跟孩子谈政治的话 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些 很多很多的这些意见 不同的时候 他们也不同意 我们也不同意他 但是 这是不是代表不能接纳对方 所以我们仔细去想想 我们是什么样的辈子 他们是什么样的辈子 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成长 学校所教的事情 社会所出现的环境 对 我们可不去想想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他们也同样 是不是可以想想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想法 那上帝 上帝给我们的 昂样是什么 对 神恨罪 对不对 神是圣经的 不能允许一点点的罪恶 但是神爱罪 对 我们如果再背叹三章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对不对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如生子 赐给我们 所以 神这样恨罪 他不能允许这些罪 但是他却爱我 他却愿意接纳 好 那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我们 到底什么时候 我们会需要被接纳呢 对 如果我们 每个人呢 神都把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放在我们的心中 对 那我们成功的时候 很容易被人接纳 对不对 那我想 就是说我们知道 Tesla的 Elon Musk 对 就是生产自动车的这个工厂 他的 现在 大家知道 他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对 那 他很容易 对 他很容易被接纳 证据他说了很多疯狂的 一些 他说 他说要做 火星的旅行 他才也很难接纳 对 因为他 他做成了这电动车 那 像最近有一部电影很红的 大家故障地往上看到 就是中国开的这个 风神榜 新的风神榜 会有一个男主角 叫废祥 对 他已经62岁了 还非常的火 对 那大家很能够接纳他 可是我们在 失败 甚至于不小心犯了罪 有心的犯了罪 会不会被人排挤 被人误会 被冤枉 甚至于被错待 让我们觉得很羞愧 然后甚至于我们觉得自己很失败 跟人家比不上 自尊很低落 有时候 觉得自己不够好 特别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被接纳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耶稣给我们示范 神的接纳是什么呢 神是怎么样来接纳我们的 我们来看耶稣的示范 我们先看耶稣的教导 在路加福音7章 36到50节 那这个 大概有14节的经文 我怕我一念大家就 因为下午讲到是很切很小 怕一讲到大家就 所以我每次念圣经手 我先给小小的功课 我在念的时候 请你注意 这段经文里面 这段经文里面 有几次 有几次会出现 很短的句子 只有三个字的句子 有出现几次这样 只有三个字 我念得很辛苦 对不对 在这边 所以请你也注意看 然后你也听 然后你看看 有几次出现 就只有三个字 三个字的句子 好不好 那我开始念 苏家福音7章 36到50节 有一个法利赛人 请耶稣 和他吃饭 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 去坐下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 是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 里坐下 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米 站在耶稣背后 挨着他的脚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 将膏抹上 请耶稣的法利赛人 看见这事 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摸他的事 谁是个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耶稣对他说 西门 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 西门说 夫子请说 耶稣说 一个债主 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 一个欠五两 因为他们无力常怀 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 你断得不错 于是转过来 这样的那个女人 便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 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的用脚 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他许多的罪都赦了 因为他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他的爱就少 于是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 同时的人心里说 这是什么人 尽赦免人的罪呢 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性就能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好 这样 你看 好 我念完了 很长耶 大家 大家刚才读这一段 大家有看到 几次有三个字的句子 四次还有刚才有人说 三次 几次 五次 只有一次 哇好厉害 这四次都后面有一个什么 说 对 后面都有一个说 那个看到 看到一次 那个应该是 看到是心里说 对不对 然后其他还有 还有谁说 耶稣说 还有谁说 西门说 对对 还有 还有 太心愿宠 等一下 那个 黄台生地下 我们太同意了 是不是 四次 四次 这四次都有说 对 好 那 这四次都有说 我们看 我刚才也highlight了这个罪人 因为我们可能会想说 这罪人可能在当时可能是妓女 或是什么 对 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行业 只是他这个行业一定是法力赛人 特别称呼那些不遵照法力赛人 就是利益规则生活的人 所以他也不一定真的是特种行业啦 对 就是法力赛人觉得他就是一个罪人 不合乎法力赛人他们律法规定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前面这里 很谢谢那个尖利会还有杨老师 他们都是看到那个 他们都看心理说 很棒 因为我给你一个心理的暗示 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好 这个是路加写的 路加记载 他跟随耶稣 他记载 那他写说心理说 对 就是西门心理说 奇怪 那他怎么知道是西门心理说 这英文是说 He spoke to himself He spoke to himself 就是西门自己对自己讲 对 他在心理说 那路加有听到 那 为什么路加会写说西门心理说 有没有人看法 为什么路加会知道是他心理说 我跟你讲 圣经很多地方都有讲说他心理想 他心理说 你就要去注意了 那为什么 路加会知道西门心理说 神明天有没有 有没有怎么开心 嗯 杨老师有没有什么 就在任务上 他们的美丽相同的 相同的 嗯 灵理说的 啊 灵理说的 所以他就 就不说也不知 哦 谢谢 谢谢 是 有查经的话 可以多讨论一些这个 心理说 心理想 对 这是对自己说 那 那 路加他写在这里说 心理说 那他 他 很多书有参考的 有提到说 哦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表现啊 这些法律下 你表现 可能新门就不小心说出来了 哟 这个人怎么来 这样 对 那 有些 但是 比较 比较 我觉得我比较能接受的讲法 因为西门 因为西门这些事情是后来 这样 这些事情后来 路加记下来的时候 是 很多是什么 耶稣的教导 所以很可能是耶稣 对 就像刚才杨老师讲 耶稣是什么 耶稣知道外人的心 所以耶稣知道 西门 心理在上 所以耶稣后来就告诉路加 这个事情 所以就有这样的记者 因为路加把耶稣的教导 耶稣说的事情记下来 为什么这事情这么重要 我们想想看 就是法利塞人 他们请耶稣吃饭 他们并不是好客哦 因为法利塞人 很讨厌耶稣的 对 他们就是来抓耶稣的把柄 这一顿是一个什么 是个鸿门宴 是他们不怀好意的 他们要来为难耶稣的 他们是要来为难耶稣的 就没想到 就出了一个这样子的故事 出了一个这样的场子 请问耶稣知不知道 这一切会发生 知道 是不是 耶稣当然知道 这事情会发生 而且耶稣也知道 西门心里会想什么 所以耶稣 去表面上看是西门警察 其实耶稣早就知道这一切 耶稣就是要来给西门上这一课 也许你会觉得 这是给西门上的课吗 弟兄姐妹们 这也是给我们天代 几千年以后 每个基督府上的课 所以从这一句心里说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 然后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这个例子 就是用欠债的例子 到底欠了什么债 其实我们有罪 就是亏欠了神 亏欠了神的荣耀 就是亏欠了神的债 这里讲的是 欠了五十两和欠五两 有的地方写的是 欠五百两还有十两 都是没有能力偿还神的 那个债主就是我们的神 但是呢 这个女人 她却是这样子的哭泣 然后她用头发去抹耶稣的脚 因为耶稣 她知道她很多罪都被赦免 我们看这一句 所以耶稣说 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都赦 因为她的爱多 有些版本说 她得的爱多 但她赦免上 她的爱就少 是说 这个是完成式 因为这个女人知道 她所得到的爱多 那我们有一个版本翻译 她说 新一本说 实意为 她的爱多 就证明 她明白 她许多的罪都被赦免 都被赦免 好 那 我在网上也找了这个录影带 我们先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录影带 这样 大概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这样 我们可以把灯关起来一下 好不好 这样 苏梅会帮我关这边的灯 没关系 这样比较可以看清楚 这个法利赛人 请耶稣到他家里吃晚饭 耶稣就和他一同坐席 好了 孩子们 你们快点出去 听见没有 出去 这些孩子 真是没办法 看来这干什么 不知道 她在做什么 这个人 若真是先知的话 就该知道摸她的是什么样的女人 也该知道她过的是有罪的生活 我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让我来告诉你 有两个人欠一个财主的债 一个欠了五十两 另一个欠了五两 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偿还 债主就不追究他们 哪一个会更感激财主呢 我想是那个欠债比较多的人吧 你说得对 你看看这个女人 我到你家里来 你没有拿水给我洗脚 但她却用眼泪洗了我的脚 还用头发来抹干 你没有亲吻欢迎我 但自从我进来 这个女人就不断地吻我的脚 你没有用橄榄油为我抹头 但她却用香膏抹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她所表达的爱证明 她很多的罪得到赦免 但她赦免少的 她的爱心也少 她的罪得到赦免少的 你的罪赦免了 她说了恐怖的话 你的信救了你 平安的回去吧 我们把灯打开 这个影片里面已经演得很好 很根据圣经 可是还好我们刚才念了 对不对 我们还好刚才念的 圣经真的写的 这个女人应该是站在耶稣的背后 而且怎么样 这个耶稣演得有点凶 对不对 然后而且她还对西门说 我知道她是谁 对 圣经里没有这样子讲 而且她对西门的反应是非常温和的 耶稣对西门是说 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 对 耶稣是非常非常温柔的 这样子跟西门讲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刚才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们大家再争取一下 这个女人 她可能从来就没有机会 真正听到耶稣的一些讲道 而且法利赛认她是罪人的话 她可能根本不能去圣殿 所以她根本可能没有机会 听过耶稣真正在教导 当耶稣看到她的这样子 还有头发代表人的尊贵 所以她用她最尊贵的地方去什么样 去亲吻耶稣的脚 去操视耶稣的脚 对 那个殿里面的脚好像很干净 但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习俗 对于他们都是 都也没有摩油路啊 对不对 又没有水泥路 所以地上都是灰尘泥土 对 那suppose这个客人呢 应该是脚上都是很多的灰尘泥土的 所以主人应该要给他们洗脚 本你可以看到西门她并没有真心的 很诚恳的尊重这位耶稣老师 她根本连给他洗脚 他们都没有 反正这个女人用她的眼泪 来替耶稣高梦 然后她也拿出她的香膏来为耶稣高梦 这样子 是不是 那耶稣看了她这样做的事情 耶稣没有去责备她 对 耶稣没有告诉她说 你看你做的事情是有罪的事情 对 你做的是很不圣洁的事情 你做的事情 你的行业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你应该要悔改 对 耶稣没有给她任何的教导或赐责 但是这个女人她却不断的哭泣 她却不断的哭泣 她却知道 她必须要得到神的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耶稣没有用一个字去骂她 耶稣没有用一个字去 一句话去指责她 也没有在她要悔改 但是这个女人她就这样 从心里知道 从心里知道 她就那样子流泪忏悔 因为 因为她知道 神收的那 神接纳了她 因为她的信心 她到处打听耶稣 所以她知道 她就是凭着她的信心 她知道什么 神接纳了她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就是主的接纳 主的接纳是怎么一回事 刚才我们唱那个 赵我本相 对不对 赵我本相 我们现在看一个很短的经 我们都很熟悉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生叫她独生子 可是事实上 在三章十八节前段 这边有一句话 叫做信她的人 不被定罪 神没有说 你要做得很好 对不对 你要有功德 伟业 你要修桥不入 你要忏悔 你才可以 怎么样 不被定罪 神只说的一个字 是什么 神只说我们要做什么 信她 神只说要信她 神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位非常有名的 上一个世纪的传造人 叫师父真 多少人知道师父真 师父真在她非常有名的一篇讲道里面 就是讲到这个 她说呢 她说神天啊我们 就是靠信 你要先信她 刚才那个女人 她有机会去听到一大堆讲道吗 她有时间到圣殿去 她现在根本不能到圣殿去 她懂得什么 但是她信 正是神的儿子 她可以赦免我的罪 信就不被定罪了 神不正在她的讲道里面提到 她说上帝接纳 不是指在你信耶稣的那一刻 而是从今时直到永远 当上帝因为你的信 称你为义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说 我信然后我祷告也没有被应允 上帝可能还没有接纳我 有一次前年的时候 Easter 我们那个就是Easter 有很大的活动 来了很多很多的小朋友 有一个小孩呢 一个teenager 因为那天大家就回去 全部都food poison 我们都全部都拉肚子 后来一问才知道 全校会有20多个人都中 都中标了 中毒了 这个小朋友 这个teenager 他也拉肚子很严重 后来就很久没有 要来教会 结果我问他 他妈妈才告诉我们说 他觉得可能是因为 他信上帝还不虔诚 所以上帝还在处罚他 真的是很 我觉得很抱歉了 但我们有想办法再继续跟他接触 但是师父真在这里提到 他是说 不要以为你的祷告还未谋 就表示上帝人在惩罚你 那我们呢 也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因性称义了 以后我们就永远不再犯罪了 我们还是会犯罪 但是我们要信耶稣 信耶稣 表示什么 即使我们以后犯了罪 怎么样 我们也不要再用律法来控告自己 或控告别人 而是我们要回到神的爱里面 回想到耶稣基督起初对我们的接纳 我们要相信神说的话 信他的人 不被定罪 所以 神欢迎我们随时随刻 要什么 照着我们的本相 来到他的面前 我们就是要靠我们生命的素颜 大家知道什么叫素颜吗 就是没化妆这样 对 不要以我们生命的素颜来到神的面前 你就是你 原来的你 我们来看几节圣经 神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我们看塞亚书43章25节 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 涂抹你的过犯 唯有你信念 罪恶 然后我们看 罗马书5章8节 这边更加宝贵 唯有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 神的爱就在 消灭 神不是等到我们今天信了主 所以他才为我们牺牲 就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 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 他就为我 因为他爱我 他愿意照着我的本相来接纳 一旦我们愿意接受 我们愿意信他的时候 我们就被立罪 他为了接纳我们 他真的是付上无比的代价 我们今天我不是讲一些 就是说 我今天还没有讲到这个罪 或者是救赎 我今天只讲这个接纳 所以我要把这个接纳 再讲得更清楚一点 好不好 我们来看这个图 我们看这上面是神 中间有个我 下面有个自己 我们先看这个直向 我们先看这个直向 那你一定注意到中间有一条 有条红红的 比较粗的线 对不对 然后我旁边写的就是 主的接纳 你先看这个红线的左边 这里写主的接纳 你说 那我和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 我就是我自己 我有什么不一样呢 但 其实 在心理学上 就是说 我有很多的我 那我们其实 我们自己也知道 对 我们有很多的面向 那简单说 我们讲说 中间这个我 就好像是什么 我们在 对外 对 在人前的我吧 在就算这样 我讲说 在人前的我 这样 比较简单 那下面这个自己呢 就是真我 对 就是 就是 没有人的时候 对 白天的话呢 stuff sign 我一定停 停久一点 对 左看右看 后面过去 半夜的时候 都没人话 对 也许我就不会停那么久了 对不对 也许我在外面很客气 可是回到家里来呢 就是 我可能 心里有很多不满的事情 我就要说出来 那个就是 真实的我 对 所以我们怎么样 是有一段差距的 对 在人间的我 和心中的我 是有一段差距 但是神对我们的接纳呢 不单单是接纳 我们怎么样 我们在人间的我 神也接纳 我们心中 那个真实的自己 神更接纳 对 神的接纳是怎么样 一线到底的 对 不是只有 人间的我接纳 神接纳是那心中的我 你看刚才那个 有罪的女人 她为什么会流泪 她为什么会那样子痛哭 当神原谅她的时候 她为什么那么的喜乐 对 神接纳她的表象 她在别人的眼中 是一个 怎么样 是一个非常低贱的 对 是一个低贱 有罪 神接纳她的表象 神更接纳 那个心中 愿意忏悟 是不是 所以我们当如何行 我们当带着 带着我们的眼泪 带着我们的忏悟 眼泪就忏悟 带着我们的香膏 我们的香膏 就是我们的信心 来到主的面前 那这个阶段就是 这个 人前的我 还有真实的我 我们要去接纳 我们也要勇敢的 面对我们真实的自己 我们也要勇敢 面对我们真实的自己 所以我们看这个 实相的这个接纳 等一下我再讲很像 好 所以 因为神接纳了我们 对不对 你也许会觉得说 嗯 我自己有什么 不能接纳我自己的呢 对不对 其实呢 其实 我们自己 有很多 有的时候 我们比别人 还不能接纳自己 常常是我们自己的什么 我们自己的失败 也许是我们的羞辱 对 也许是我们过错 也许是我们自己 不喜欢自己的地方 我有认识 不断的动手术 不断的动手术 就是不喜欢这张脸 对 动完了 三个月以后 不喜欢再动 对 连自己的外表都很难接纳 那更何况 我们自己的内心 对不对 更何况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会不会过去 做一些事情 不断的懊悔 想当年 想当年 我做这样决定就好 对 想当年 我应该嫁给我第一个男朋友就好 今天就踩完手铺了 对 玩笑很大声 手铺又进牢了 对 我不是开玩笑的 对 他就往上听到了 好 那个 我们第一个假论 我们神的关系要怎样 先要畅通无助 对不对 因为神不但接纳我们 在人前的我 神也接纳我们心中 那个真实的我 所以我们 要到神的面前来 好 然后我们要接纳自己 这样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请大家 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见证 那 这个见证 就是 他的名字叫 魏贵英 有点难以 魏贵英 这个见证其实很早 差不多二十多年以前 传神提到 他们就已经录了这件 那个时候连CD都还没有的 不要说什么 手机什么 那都没有 所以他重新在座的时候 有点猛 但是可以听得很清楚 这样子 那他是真的是一个应召女 那他在屏东想想 那时候就是因为生活情况都很穷 这样 那时候生活情况比较穷 那他们真的是不知道 就是 就是有一帮 就是这样 有这样子的行业 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来看这个见证 我还是请 关一下灯 好吧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见证 可以啊 可以啊 这是春啊 自己走 我的职业 我是在屏东这个礼花厅 在那里上班 那个礼花厅 我是不会剪头发的 那个就是像一般外面在讲说 什么 黑的啦 做黑的啦 我又有住过那个酒家 又有做过应召女郎 跑过旅馆 又有住过咖啡厅 又喜欢赌博 那时候还没有溺和财 赌博就是不可能会赢钱啊 我就是吸这个 这个安卫他密系的就是很后悔 我就想要戒掉 戒掉的时候我就想说 到底我要怎么才有办法去戒 到六居所 我不敢去 真丢年 到那里 以后回来的时候又登记一大堆 警察怎么又来防 虽然他不会抓你去 关你戒掉 可是喔 就是要 就是有一个记录 这样喔 就是我们人就是爱面子啊 不敢去啊 又想说 我心里有很多的话 内心很多的话 想要找一个自己的朋友 来讲一些我心里的话 分担这样出来 可是没有自己的朋友 我就想说 我民国77年的时候 我在台东的那个 马街医院住院 我隔壁床 有一个三地的姐妹 她的女儿车祸 车祸就住院 她妈妈来照顾她 我看她妈妈 跟我们这样在讲话 很谦卑 她就讲 说以前她还没有 信耶稣的时候 她喜欢喝酒 一个礼拜都没有回来 睡觉 没有洗澡 不爱干净 透过他们三地的 三地同伴 就带她到教会 去信耶稣 她就在那里更新 我就在那里想说 她这样能够这样子 她能够这样改变她这样子 我也可以到教会 可以改变我这样啊 我就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打 我就拿那个电话 齁 起来找那个教会 我去的时候 人家就 我就问说 要找牧师娘 她就说在那里 弹钢琴的那个就是 她就跟我那个旁边一个 陈子妹 陈素贞姐妹 她就跟她讲 跟她讲 她就叫她 帮我找这个圣 这个圣经怎么找 开始的时候就 呃 开始做礼拜的时候 就唱这个诗歌 啊那个圣诗一拿来 那时候不知道唱 唱 地 地鱼收起来 我忘了啦 就拿那个圣诗来唱的时候 奇怪捏 那个圣诗唱起来很好听啊 我怎么一直在圆诗 我就看那个圣诗 我把圣诗一直留 一直留 一直留 那圣诗 那圣诗都弹路了 我心很痠 要跟人家做会唱歌 那把圣诗都唱不久 那时候就有一种感觉说 我身份哪有这么多 我这么多了 我这二十年 我是怎么过 我才在这个上班的地方 我是怎么过 那我这样子 我来看我说 我以前来我压松 我也不用这么多了 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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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兄弟 求你这边我 我 今天 我怎么会这样子 这样子 你求我 我们先把针打开一下 对 好吗 好 好 这样 我们 我们刚才看到他的这个见证 好 然后 他 他是 就是在屏东乡下 十几岁就开始去当应召女 了 当了二十多年 对 然后他也没有去过任何教会 对 他甚至耶稣啊 以色列上帝 他都搞不清楚的 但是他就是在一个机会 他 在医院 住院的时候 看到隔壁病床的一个 妈妈 就是那样谦卑的跟他做见证 所以 他怎么样 他又是应召离了 又吸毒 非常痛 他想要脱离这样子的地方 他就想到 诶 那个人可以被改变 那我也可以被改变 因此他自己到了教会 这见证其实里面很长 我们把他剪辑了几分钟 有兴趣大家可以到网上去看一下 然后他去了教会 他就在唱圣诗 在那个时候 他就这样 他就这样流泪 就发现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罪恶的地方 罪恶的生活 就像2000年前我们感到那个有罪的你们在神的面前 是圣灵亲自 圣灵让我们为罪为义为神的自己这辈子 圣灵就这样来感动他 圣灵就来感动这位位姐妹 当他被感动的时候 他真的他连他前面这个路影带里面 耶稣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他全部都不知道 但是他第一次去教会 圣灵就感动他 我们稍微看 还有一分钟等 我们不用关灯了 就看到后来变得了 上帝啊你赦免我 你赦免我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离开 你帮助我 让我不要回头 一百三美月儿花 万有七世都要赞免他 阴心为无方心教教主 张霞 我觉得说为我们的神做工是第一大的乐事 比以前我们在签六二财 中了六二财还高兴还喜乐 就是现在就是最有兴趣的要做就是 就是说为主传福音做工 我们的神不要我们献祭啦 还是说奉献钱很多啦 祂只要我们一个悔改的心 受伤的灵魂来到祂面前 祂都把我们当作是宝 那后来他就做见证 而且他就去探访这些生病的啊 然后这些生病同胞啊 带领很多人的幸福 而且他也愿意为传神做这样的一个见证 我就想说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 对 那时候连CD都没有 最开始录的时候只是Casset 对 但是今天说有人愿意做这样的见证 我看真的是很大的游戏啦 你走到全世界都有人认识 说你做了二十年他一照明啦 但是他这时候他愿意出来 就这样子来为主做见证 我觉得真的是每次看着我就非常感动 那这个见证我也是在二十多年前就看见 那我们刚才看到他里面 他怎么想到神的 他就是看着隔壁病床上面 一个妈妈的一个谦卑 然后做了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见证 那我也顺便做一下广告 今天我希望大家离开的时候呢 我们那边有很多我们教会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NAM card 然后我们做得很好可以贴在那个冰箱上面 我希望每个人走的时候都拿几张 那年节快到了 那你去超级市场啊 或者是去Casset 讲中文的你就递上一张 好 你就递上一张 等于知道什么时候 对也许就是我们谦卑的 也许就是这么一点点 也许你就救了一个灵魂 对也许就是那么一点点 你就救了一个灵魂 我们再讲一下就是刚才这个图 刚才讲的就是 我们一定要先把我们跟神这个垂直的关系 对这个垂直的关系 知道主接纳我 然后我自我接纳我 我愿意来到神面前 我们要先把这个关系展通 畅然无惧来到神面前 对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横向的 对我们在这个横向是别人 对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接纳别人 然后我们也可以得到别人的接纳 我们再想想看 这样一位姐妹 对 她到了教会 她什么都不懂 对 她什么都不懂 然后 她坐在那边拼命的流泪 我们今天知道说 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 但她什么都不知道 都这样希望 别人有没有 是不是到教会的人 都是要这样哭的这样 别人都没有这样的 就很奇怪 对 可是 可是教会的姐妹就带领她 就帮她翻圣子 所以 如果我们有教会 有新来的弟兄姐妹 对 我们是不是愿意主动 分出我们的 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样去接纳 对 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样子去接纳 对 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样子去接纳 对 我记得上一半的 照弟兄做 做私会的时候 就是说 对 对 我们今天很高兴 对 就是 有新来的朋友 我们说 你不要害怕 对 我们会一直去问你 对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要怎么样去 对 让别人能够体会到 我们是结成的欢迎 对 像主耶稣是什么 睁开双手来迎接我们的 对 所以 我们先要把我们 跟神的关系打 对 然后我们才有办法这样 跟人的关系 也能够达到一个什么 一个接纳 然后我们也可以得到变成接纳 我们通常常会想象 好像 只有刚强的 要去接纳软弱 我们常会这样想 可是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 哪一方面你觉得 我其实很软弱 然后别人都比我好 这样子 对 我生一个孩子 他正在的孩子 对 对 有人跟我说 孩子都给你家生光了 对 其实 我常常讲 我们 要彼此接纳 我有个朋友 他常常把他的孩子 跟他表妹的孩子 来相比 为什么 因为他表妹孩子 从小就是超级优秀 又会弹琴 又会演讲 又会打球 各样都表现好 后来就上长春藤的学校 然后他就说 哎呀 我们家孩子真是连走都走不出去了 家庭聚会的时候 都不敢讲说 我们还在上什么学校 我就提醒他 我说是啊 我说你表妹的孩子 上长春藤的学校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孩子 他受了多大多大的压力 他现在有多大的压力 他想说 嗯 对啊对啊 我就记得他小时候 被他妈妈打 练钢琴啊 躲在那个桌子下面啊 他想说 是啊 我的表妹 他们全家六个人 什么六个人嘛 就是 对 妈妈妈爷爷奶奶 对不对 全部六个人 全部专业 这样一个孩子 是啊 我说是啊 对 你只看到 他上长春藤学校 你看到他 他们的压力 他们的 对 孩子所受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 啊 这样子一个吹鼻嘛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我们是要 鼻子接纳 好不好 我们要鼻子接纳 不要只看啊 别人多好 我怎么样 对不对 这样 是不是 我们要 我们要真的是 不是觉得自己 好像总是 赶 或总是软点 你先接纳你自己 你就可以去 去用神的眼光去看你 好吗 好 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好 就是 嗯 神呢 每一个人呢 都是什么 都是神的工作 以佛所说 二章十年之后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不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善 所以神给我们生命 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他的美好工作 神会把我们放在每一个 阿喜悦的岗位上面 然后最后我们讲一下 我们如何能够爱更神 下一次我会讲更 就是更深入一点 这次我们就先 甩下原则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谦卑自行 然后对神 对人 对自己 我们想想看有哪些 我们不能 不能被接纳的地方 然后我们再看看 第二个 对 要美丽大家 我们实感 这是一个圣经故事 对 就是说法利赛他们的 其实是怎样 耶稣教导是怎样 那三个字呢 是有几个 有几个句子 不是这样子 我希望我们今天看见了这个 听了这个故事以后 当你有软弱的时候 或者 对 或者当你对你自己 不满意的时候 带着你的信心 带着你的香膏 和你的泪水 和你的唱 来到耶稣的脚签 天悲斧 在灵里头 在主耶稣的脚签 不在主耶稣的脚签 想像主对你脚 对不对 想像主对你脚 我们刚才听到 刚才我们讲到 耶稣福音 18章 对 18章 信他的人 不在 定罪 信他人不在 定罪 想像主 扶着你 想像主再一次把你扶起来 告诉你 平安的去吧 想像主再一次扶起来 因着你的信 平安的去 神没有讲说 没有讲什么这样的话 神说 因着你的信 我们在灵里头 我们在灵里头 这样子做 然后呢 我们当然要向传组去接纳别人 好 我们一同来念这一句 好不好 好 罗马书15章细节 好我们一起来念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始荣耀追于神 好 所以神说 你们要彼此接纳 这就教大家一个小taple 好小节目 如果你跟人家有意见不合 觉得很难接纳 对 好 我跟我老公很多很多意见不合 对 这个小taple就是 你可以这样子 或这样讲 对 你这样做 一定有你的原因 先讲这 你这样想这样做 一定有你的原因 对 你先emphasy一下 你先站在别人的立场下 对 他这样做他这样想 一定有他的原因 就是 他不是一个恶意 对 但是一定有他的原因 是不是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做一个耶稣祷告 好吗 主耶稣 亲爱的圣灵 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啊 你是照着我们的素颜 照着我们生命的素颜 照着我们的本相 接纳 圣灵 求你在这时候开启我们的心 主啊 让我们看到 我们在你里面 你是这样的 来接纳我 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感量 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 更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带着我们的相告 带着我们的类似 主啊 我们的福尽百 到你较前 你给我们真的有你的眼光 主啊 让我们接纳 我们能够彼此接纳 不管人家比我好 不管别人比我好 我们都相信 主啊 我们都是你的工作 在基督里面 也就是我们 谢谢你 求你让我们 真的是 知道 你的心意 知道你是 掌开双臂那样子 来接纳 这样子 啊 你也是为了这样子的接纳 你付出了 你多大 付出了那生命的感情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 求你找这样子的 你的应念 把这样子的接纳 抱着 让我们时时刻刻 不管我们成功失败 不管我们看别人 的成功失败 主啊 我们都知道 我们只要来到你的面前 那你就接纳 感谢主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感谢 我们主耶稣基督 回圣 我们就是很好回应四个 我们要看真正的 富唱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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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